当爹的欺负儿子 一出借着一出 谁这么没有心肝 要坏我猪家的事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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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顶级历史全谋剧 大明王朝1566 写的是百年史 拍的是众生相 最值得推敲的 便是史册里的人心 本集点赞过万 下期几日再出 海瑞第一天进京就惹了事 给六臂居做了批注 摸了老虎须子 皇上索性借着一场变故 来排出一击 六臂居 是皇上用来广大声明的工具 称颂他的基本没有 非议他的直接被拉出去法办 借一个酱菜馆警告全民 谁都不许说他的错处 海瑞上来就要给六臂居解围 背后的一系列变故 是家境没想到的 给豫王看病的人进京了 给朕看病的人也进京了 在六臂居给朕开单方的 那个人是谁啊 大权在握的皇帝 和羽翼逐渐丰满的太子 添加父子之争 折腾的 就是下面站队的 本该下午才走队的 啊 七个老急匆匆的上午就赶来走队 还不就是为了要看看那个人 给朕开的一夜单方吗 也没冤枉徐杰 海瑞惹了事 徐杰得到消息 知海瑞提字 却不知所提何字 赶在上午过来奏报 就是想瞧个详细 看看皇上的态度 主要还是怕嘉静太生气 不给一堆要钱的奏折批红 毕竟他现在可是首府 象征性地捞一下海瑞 就当是给玉王高宫等人交代了 最关键 还是要钱 皇上确实火大了 早就接到陈红的奏报 海瑞的六臂姐 也送进了宫里 就算徐个老不提 也是要让他好好看看的 等徐杰读完这幅字 嘉静才倚着半边身子 悠悠开口 亏死了多年的国库 好不容易收上一千多万的巨款 内阁一通商量 前前后后一分配 做军饷 给官奉 还要补偿被苛扣付税的百姓 甭管实际落地情况如何 这装装件件 端得是冠冕堂皇 不得不给 算来算去 就给皇上留了二百万 做公众用度 家境窝着火 照清流们这个算法 这万寿公 恐怕是到他进皇陵 也修不好了 再加上海瑞 这跟清流和豫王 扯不开关系的互不主事 在六臂居处他眉头 但凡徐杰表现一点点 对海瑞的维护之意 那就是偏邦豫王 他都认为 这是徐杰君臣不二心的体现 君臣左使 不是随便言之 神农本草经所出 上要一百二十种为君 主养命 中要一百二十种为臣 主养性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左使 主治病 用药须和君臣左使 家境和豫王父子 双生生了病 大明也生了病 清流没了严党内卷 成了开摆的甘草 反倒是海瑞在那六臂居 给他下了一剂猛药 所谓经年顽疾 已经消除 彼是刮骨弯肉之痛 只是不知道 这一遭 疼的是谁呢 徐杰却微微欠了身 无波无澜 回圣上 陈愚顿 看不出这幅字 有什么君臣左使 君臣相左 那也得先分得清君臣 皇上在六臂居盖的印 端的就是忠孝敌君 这话都明明白白写上了 谁还敢指手画脚 洋洋撒撒写这么多字 这海瑞还有分寸吗 他背后的清流 不言不语的欲望 还把他这个君府当回事吗 这话再细想就出心了 徐杰不接这句君臣左使 非要是没有 就跟和皇上顶嘴似的 嘉靖嗓子都尖利了 是看不出 还是不愿意说 你激活活的赶来 不就是要为这个人说话 为豫王说话吗 徐杰将投幅得更低了 皇上就不再看他 飘向旁边 还有吕方 主席上上找你说什么来着 锦衣卫出了事 竟然跑去找吕方商量 完了又不告诉他 嘉靖这会儿是又难受又个应 朕府司东厂都归陈洪管 报了他还不够 既找了你 你怎么看 皇上看起来情绪十分不好 要是以往 绿方早又些生了 偏偏现在 竟咬着牙继续 灰竹子 这几句话 奴婢也看了 并没有什么十分要紧的忌讳 更跟豫王 跟豫王没半点关系 这个人在哪个衙门 兴时名水 回住他 好像叫海瑞 好像叫海瑞 官员里有几个叫海瑞的 那不就是朕的儿子 举荐的那个海瑞吗 还说跟豫王无关 就像其他柱能牵连海瑞一样 海瑞做官是豫王举荐的 海瑞进京是豫王安排的 至于背后是谁在小动作 谁和谁商量出来的决议 又有什么打击 豫王带着清流执政的这三年 朝堂出的问题是一点也没少 还多了很多别的烦恼 想当年阎党还在的时候 虽说百姓也过得很苦 可那会被读书人指着脊梁骂的 也是专横霸道的阎党 这清流哥哥懂得洗涤自身 都冲着刘芳百世去 皇上不但得不到多少钱才分成 还要被这天下受苦的百姓 逼狠的读书人 变着花样的安骂 骂炎者不骂皇帝 骂皇帝者不骂清流 不骂豫王 三年来 嘉靖越来越觉得 他才是给豫王清流 遮风挡雨的人 这一回 他是打定主意 要将大权一点点拽回手里 那你们说 他明知六壁居的这个壁子 是镇将严松改的 那为什么还要去提这几句话 他才不管海瑞到底是谁 是为了什么 可万一真有幕后主使 不定就被他问出来了呢 他为什么要在镇改的这个字上 做这样的文章 徐杰和吕芳 谁都不会替海瑞作答 倒是海瑞留下的一句 证人心而敬服言 给了徐哥老一点思路 皇上圣名 文王致义 周公致礼 鄙视天下皆有福言 当时皇上让严松提写 六壁居 也是为了我大明天下之安定 愚民焉之圣心 今年五月 严实帆等福朱 严松提写的匾额还挂在那里 有些服言自是难免 臣以为海瑞写的这几句话 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 是为了正人心而敬服言 话都到这一份上 徐杰还把事往严松身上扯 五月杀了严实帆还不够 看来打算在七月 扎着严松的脑袋 家境继继是冲着欲望去的 徐杰却想着彻底折了严家 实在说不到一块去 那旁边的吕芳呢 吕芳起身 眼泛泪光 凡是真心替主子着想的 奴婢就认定他多少有点良心 这个海瑞写的这几句话 确乎能替主子 起到正人心的作用 只是胆子忒大了点 不像有些人 今天上一道书 明天上一道书 只为了博个忠名 这是名不张胆的 骂了徐杰一句 徐国老什么都不敢接 将头捶得更低了 家境半少没说话 做皇帝到这份上 才算是孤家寡人 就连吕芳都在替着 那个海瑞开脱 皇上语气越发冰冷 是他在替朕说话 还是你在替他说话 或是替朕的儿子说话 我大明朝有胆子的不少 有良心的不多 至于那个海瑞到底安得什么心 是不是良心 朕不知道 或许豫王知道 他既是豫王用的人 你们就把他说的这几句话 送给豫王 让他抄了 罗上款 再磕快扁 送到六比锯区挂上 看看还有什么敷衍 一定要治了豫王 吕芳这边的路也得断了 家境顿了顿 还是没让吕芳干得罪人的事 不许用你去 叫陈鸿进来 陈鸿在外面守了半天 才被叫进了惊涉 皇上不废话 直入主题 三件事 先把海瑞写的这幅字 送给豫王脚踏抄了 落他的款 磕快扁 送到六比锯区去挂上 是 然后再去镇府司 告诉那些奴才 东厂镇府司都归你管 凡事都要向你禀报 再有谁越过你 向别人告状的 你知道该怎么办 朱七越过陈鸿 直接向吕芳回报 这样让皇上不快的事 是再也不能发生了 至于第三件 他却并未说明 还有件事你明白 这你就不说了 是 第一件和并未延命的第三件 落实地点 全在豫王府 吕芳是真的要退了 嘉靖将东厂 镇府司彻底整合 赋予了陈鸿很多权力 就是要将他变成一把锋利的毒刀 在该有的时候 发挥无情斩杀的很多任务 父子过招的第一回 正是六比杰 也算是嘉靖给豫王的一个教训了 陈鸿在豫王府前院 就碰上了跟世子玩游戏的冯宝 二祖宗 罢了 谢二祖宗 太好了 冯宝在豫王府与宫中往返 与吕芳时常接头 就是豫王府能伸到宫中的一双眼睛 同样的 他知道干爹快要退走了 不管内行如何都得权衡无奈 他都认为 在干爹退出的那些考量中 一定有一则 是遭了陈鸿的暗算与排挤 被逼出的选择 这一面见陈鸿 姿态放得很低 画一张口 却恨不能继续带上一个二祖宗 存了心恶心陈鸿 陈公公有生以来 对这词带着扭曲的厌恶 冯宝就让六七生 他那虚伪的笑都快挂不住了 又在小万利面前 坐低伏想了半天 奴婢参见世子爷 怕谁啊 回世子爷 这是皇爷爷宫里的陈公公 快请陈公公起来啊 起来吧 不许让大伴走啊 世子爷 我不让大伴走 你在这陪着世子爷 叫他们带我去 请 才咬着牙 进了豫王府的会客厅 豫王病了一个月 浑身上下就是虚弱两个大字 李时珍当然是看不上陈红这好人物 甭管是什么玉子 他都充耳不闻的诊完脉 将人晾上好一会儿 豫王一听玉子内容 已经换上新一重的愁苦 堂堂豫王殿下 腾朝六贫海瑞的字 还要落自己的款 刻成匾额 怪到严松那块匾的下面 皇上这是在全天下眼前 作见自个儿的亲生的儿子 可到头来 豫王殿下还得做出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 这酷暑天 殿下的病仿佛更重了 豫王当然知道了海瑞的事情 可面对这个陈红 该装的傻还是得继续 几十年的无害准太子 不是白眼的 这个海瑞 我连人都没有见过 父皇为什么叫我写呢 事关皇上的为什么 处罚的还是豫王 陈红再大的胆子 也不敢这么揣脱圣意 豫王没问出答案也不见脑 只轻轻抬手 拿出早要准备好的赏赐 他才随身玉佩 这是跟了我多年的东西 赏你吧 吕方要退的事情 冯帽已经提前透露 宫中有实权受重用的太监 也就这个陈红了 即使不能收尾己用 也算是缓和一下关系 更不用说这个陈红 已经忙不迭将玉佩挂在了身上 显然十分受用 皇帝年岁见整 还想着能再接再厉 再来继续服侍玉王呢 不过这世二主的心思 是注定在家境身边长久不了 这么一想 倒真是有几分只成朝夕的凶狠了 当然事还没完 陈红今天过来 还有一个重中之重 皇上没出口的第三件事 皇上 对王爷府上有个人十分不快 叫农辈把他送到朝天罐扫地服役去 冯帽这名字一出 李飞迎在旁立声呵斥起来 父皇怎么会有这样的旨意 谁在父皇那儿尽谗言了 住口 我不住口 父皇就这么一个孙子 也只有冯宝能带好他 谁这么没有心肝 要坏我朱家的事 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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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王惊怒惧交加 昏了过去 冯宝当年是吕芳送进玉王府的 这些年 一直在世子小万里身边侍候 见些性的往返宫中王府 互通消息 倘若要驱逐吕芳 那遍地的芳草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皇上与王爷二龙不相见 这也算是默认的一条桥梁 如今被皇上一怒之下 不但给了儿子好看 还要拔了冯宝的戏码 是要彻底断了父子间的联系 但老实说 吕芳一旦退走 这冯宝就再也不能沟通公理 也就没什么引人忌讳的 皇上还要这么亲自下职 整治这个小太监 就是单纯地 给豫王的教训上加码 给其他逐冯宝者 一点警醒 其实可整了两出了 家县可谓是狠狠甩了亲儿子两个巴掌 还是让陈宏这么个人过来 将人作戒得过于狠了 豫王心绪难平 晕得十分吓人 李时珍拿着爱条 熏了半天 才让王爷悠悠转醒 经此 李妃当真是恨上陈宏 把人带走就是 还在这里干什么 这样的状况 陈宏怎么敢这么离开 当场就跪了下来 王爷王妃冤死奴婢了 奴婢也不知道 为什么有这个圣语 千差万差 来人不差 奴婢真正里外不识人了 这是推卸责人的一套说辞 说得不好 就是要挑拨天家父子 豫王无声符合 这陈宏 当真是口无遮拦 不怪你 不怪你 回宫 复制吧 陈宏这就弯着腰退出去 不过今天 他想离开豫王府 可没那么容易 冯宝自小家贫 费了很多力气才进了宫 以皇上为立身之本 家境三十九年 腊月三十 作为提行司主管提行的太监 为了讨好家境 下重手仗子了青天剑州云翼 又因妖宠擅自去报祥瑞 犯了众怒 论处罚再轻 也得逐到民间 亏得旅方呵护 并教他 思威思退思辩 把他降遣到了豫王府 世子降生 他便千般心思 转负到世子身上 朝夕新身办事 以至为后半生依靠 盼着荣华富贵的将来 可今天 小凡尼在前院 见着仓皇跪倒的冯大半 和盛世凌人的陈宏 二祖子 尚玉 奴婢冯宝听了 你这奴婢 在宫里当差便不守本分 飞扬跋扈 朕听了吕方求情 才将你送给豫王 实指望你喜心革面 老实当差 你竟然秉性不改 多次遣返 进城王府之间 暗地消息 挑弄是非 儿之祸心 朕人有日也 姑念你 伺候世子不无威劳 朕也不杀儿 送你到朝天罐 服苦义去 皇上是拿冯宝 打豫王脸 可今天要这么让 陈宏轻轻松松出府 这豫王府 往后也不必做人了 豫王还得姑念山粉 眼前的情况 李妃的形势 却还可以再嚣张一些 便是当真一哭二闹 皇上也不可能 真跟儿媳妇计较 于是 便有了下面的一幕 我们要不要走 世子爷 要听皇爷的话 世子爷乖 世子爷真快 你走开 你走开 王妃 您看世子爷的 是 狗奴婢 竟敢动世子爷 还敢说出世子爷乖 这般大逆不道的话 这样的话也是皇上教你说的 还是你这奴婢自己说的 陈宏跪下 还没脚边上凉具 李妃已经离花待雨落下了一来 把人都看呆了 不知道怎么就出了伤心事 给王妃弄得这般委屈 冯宝一去朝天观 前途未知 争自伤身世流泪不止 搞个奴婢 这会儿郁佳机灵起来 竹子 都是奴婢惹的祸 竹子可千万不要为了奴婢 伤了自己的身子 误解了陈公公 竹子 奴婢求竹子了 奴婢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王妃心不自防 奴婢我自己则罚自己 我自己则罚自己 世子爷 世子爷 世子爷不哭 封宝等打得差不多了 才凑过来阻拦 二祖宗使不得呀 使不得呀 二祖宗使不得呀 封宝你住手 你让他打 走开 他不是在打他自己 他是在打我 封宗使不得 那要是还不忌急 就把豫王爷爷请出来 我们朱家的人 一个一个都让他收拾了 大明朝断了字 绝了孙 让他一个人 伺候皇上去 王妃真敢说呀 陈宏叫几句话 吓得魂飞魄散 打脸是不够求了 一个猛子就将头磕了下去 这一回 院里乌泱泱跪了一片 陈宏砰砰磕的头破血流 也不敢停 冯宝还一口一个二祖宗 闭着眼干嚎 李妃早已停了啜气 冷眼看着陈宏染红的地砖 直到张居正捧着书本 匆匆进院 这是怎么回事 皇妃 李妃见到来人了 便知道今天闹得差不多了 玉与泪仙流地瞟了一眼 就转身回了内宅 张居正已经开始给世子上课 做了小万利的启蒙恩师 在这一听原委 赶紧叫人给陈宏掺起来 陈宏公这可跟气若游丝一样 把压力给掉了张居正 张大人既然看见了 就请在豫王爷和皇上那里 替札家说几句公道话 皇上有指引 叫札家将冯宝遣除王府 送到朝天观去服苦役 王妃和世子竟责罚札家 天下无不适的主子 就是冤死了咱家 也没有话说 咱家这就去府门外候着 到底让不让冯宝去朝天观 请张大人替主子拿个主意 这话叫他说的委屈 张军仍听得腻外 可眼前状况 也只好哄下小世子的哀求 伤了孩子的心了 冯宝出府 剪下布袋 眼泛泪光 无底投地地跪来下去 算作对世子的败别 张军仍定定地看着 在他怀里的 是大明未来的江山之主 大半别走 大半别走 世子 有些事 今天可能做不到 明天就会做到 师父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师父 你在兵部管兵吗 小婉里突然一指沉红的方向 怒得小脸通红 听我杀这人 世子深言 刚才世子说了什么 你们都听见了吗 奴民们什么也没有听见 没听见便是你们的福分 王府没有秘密 这句话早晚会传到家境耳中 可那又如何呢 以帝王之道养育出来的很绝 可比那优如寡顿的儿子 顺眼的多了 然而 整只儿子 才只是家境收权立威的第一步 当天晚上 吕芳就跪在了殿前 你可转职 从镇府司东厂开始 出草剧 皇上将刀放在自己人身上 吕芳之下 镇府司东厂的芳草 欲望那头 内阁清流的甘草 下一期 肆意生长 别忘了三连催更